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三杯鴨架 那想問一下中文系為什麼它叫鴨架 應該是鴨子之間會打架 然後打完之後就長這樣子 吃它過後就變成這樣子 直接剪掉 0分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練後吃什麼 我是練健康肥老闆 然後旁邊的兩位是 食客 食客1號 請說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 宜蘭原創的這個 可以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文編 我們今天來到德藝樓 聽說非常有名 但宜蘭人都沒有吃過的烤鴨餐廳 我們台北人一定要來試吃看看 台北盤子們 我們走吧 GO 怎麼有同事在這邊 是不是翹班 老闆在這邊 請制裁 請制裁 翹班二號 對 翹班 這個 現在是那個片鴨在切片 這個就是一般的櫻桃鴨 櫻桃鴨那邊的鴨腫比較瘦 比較柴 那一般的鴨腫比較肥 所以引進來這邊就不會太肥 也不會太瘦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菜色 德藝樓呢 他上菜速度非常的快 快到我們以為是微波食品 剛剛這樣子一桌 大概就是10分鐘內全部都上完 那我就先簡單為大家代顧一下 然後我們剛上的是這個 九轉高麗菜 那這一個呢 是上海菜飯 這一個呢 是西滷肉 然後這個呢 銀絲上 然後這個九轉肥腸 然後這個什麼叉叉中卷 對對對 這是豆腐堡 然後這個是片鴨 然後這是沒有包皮的片鴨 老闆你剛剛說沒有包皮的片鴨 是什麼意思 怎麼了 哪裡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包皮 因為他 因為他沒有包皮啊 好笑嗎 好笑嗎 me too哦 前陣子大陸有一個影片 然後有一個他就是給那個評審吃 他做的那個九轉肥腸 然後他說他流了一點味道 我去除了大部分的腸的腥味 但是我保留了一部分 我覺得 保留了一部分腸的味道 才知道 吃的是大腸 好笑 然後評審全部氣死 中輪直接剪掉 你覺得那個消化怎麼樣 零分 我們就先來吃這個鴨松 因為他弄得很美啊 那我吃囉 他有加鴨皮耶 蠻脆的 就鴨皮加肉 蘋果 應該是有一點洋蔥吧 好像整體的口感是清爽脆脆的口感 然後也有一個紮實感 那整體吃起來是味道很夠 然後又很清爽的感覺 我覺得他吃起來就是那個水果的味道 配那個鴨肉的那個甜麵醬 超級搭 他蘋果跟高麗菜是脆的 所以吃起來就是口感超級豐富 鴨松呢 5分的話 我給4.6 片鴨呢 他的皮是比較厚的 然後那比較扎實 整體吃起來口感是 也是比較厚實 鴨肉的口感也很不錯 我每次吃鴨捲啊 我都想到一個神奇寶貝的角色 他自己把食材帶在身邊 大蔥鴨一定是參考北京烤鴨 所設計的 我覺得這個鴨它的鴨肉很厚啦 你看這個剪面器 它其實肉很厚 它蔥也裡面很大一個 滿分5分我給4.9 不錯 鴨肉包皮 啥小評分啊 5分給幾分 4.8 鴨肉包皮 那個鴨肉包皮我給 也是大概4.8吧 那因為我是比較喜歡吃飽 所以少一點點分 我飽的時候應該是4.9左右 老闆有老闆有 我覺得你要試那個鴨皮 鴨皮很脆然後蘸醬很好吃 我不敢吃皮 真的假的 那你錯過了一個好吃的食物 但是我不會跟我的教練說 我在吃這個東西 各位知道它年底要去比比基尼健美嗎 然後它現在在吃這個 我們要不要下個打賭 它會不會成功 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三杯鴨架 那想問一下中文系 為什麼它叫鴨架 應該是鴨子之間會打架 然後打完之後就長這樣子 吃它過後就變成這樣子 直接剪掉 鴨架 嗯 它的味道比較濃厚 比較鹹 是重口味的 我個人覺得蠻爽的 因為我本來就吃重鹹的 大家看我身材也知道 可是它吃起來還沒有一個很膩的口感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好吃的 五分的話我大概給 大概4.7左右 我覺得 有點韌啊 因為它炒比較久 所以它的那個肉比較有嚼勁 因為我牙齒不好 所以 我覺得大概4.3 所以我還是喜歡這個 這個油 西乳肉 是不是都是宜蘭的特色菜 我一直以為 西乳肉是西方來的乳肉 然後剛剛我聽一下我們中文助教講 我以為是 斯巴拉西的乳肉 就是西乳肉 這樣子 零分 中文系生韻學有教 為什麼叫做西乳肉 為什麼絲會變西 因為絲的生母加上一的韻母 它併起來 就變西這個音 好那我剛剛已經吃了 其實它就是 比較清淡的乳白菜 味道也是有層次 它是有那個滷白菜 還有那個滷肉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點蝦米的味道 那它是混合得很好 但是你又可以吃得出差別 那我5分我大概給 因為我剛才認真吃西乳肉 我覺得口感還不錯啦 但是我吃不出來 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的口味我給4分 但是口感的話我給4.5分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道菜是 您是上壺 是經典的上海菜 來 宥慶老闆 試一下 這個是蠻好吃的 我剛剛有個驚訝的是 它的味道跟那種 金醬肉絲 加一點蔥爆牛肉的感覺 它的肉是軟嫩 5分的話我給4.8分 我剛才吃我覺得很爽 它就是那個啊 金醬炒肉絲 但是變成扇魚 然後扇魚就很嫩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比 金醬炒肉絲 好入口 然後下飯就下麵 超爽的 這個我給4.98 好吃好吃 這個讚 那劉翔哥 趁他沒帶麵具點評一下 我其實不知道這要怎麼評價 蠻油的 很油的一道菜 一開始還有零油在上面 我給4分 那我最喜歡 零四上虎跟片牙 我排第一名 最喜歡的話 我會給到這個 鴨松 鴨松蠻特別的 沒有吃過這種味道 我覺得鴨皮第一名 還有這個 零四上虎好吃 最喜歡的是鴨松 裡面有很清爽的蘋果 那我們再請一個神秘人物 來 怡婷妳講一下第一名 那個 翹班二號 大家好 我是怡婷 我今天翹班 我心中第一名是 騙鴨 好 那要進入 我們等一下最重要的環節 然後那個猜錯的話 要 那我以為妳先猜 等一下我要想一下 大概 五千 四千二 我覺得 三千五 大衛你輸定了 你覺得要付大衛 謝謝大衛 謝謝大衛 那我猜 四千塊 好 那我猜 五千五 好 就這樣 那我去拿 哪張欄 老闆已經連續 兩次付錢了 老闆準備好到第三次了嗎 老闆大衛是不是就是要付錢 We have a winner Winner 三千五啊 大衛贏了 真的假 三六零八 謝謝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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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做效果 我又輸了 好 我來付錢 最大的贏家 恭喜老闆獲得第三次付錢 你到底要付幾次 付完錢了 老闆還算我們便宜一點 哇 謝謝得益柔的老闆 跟謝謝肥老闆 還想要看我們吃什麼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好 掰掰 拜拜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三杯鴨架 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三杯鴨架 應該是鴨子之前會打架 然後打完之後就長這樣子 撕下鍋後就變成這樣子 直接剪掉 直接剪掉 零噴 哈哈 哈哈哈哈